欢迎这一阶段新加入的来宾友 首先介绍的是军事评论家张郝华先生 惠平好大家好 中医文化史博士徐浩平先生 谢谢惠平好大家好 我们来看金正恩 这个北韩的大领导人开玩笑 他不给人家炮决犬决就不错了 他道歉 而且金正恩大将军 那么事实上还对台湾试出善意 为什么呢 这个脸书对不对 他在台湾事实上有 有北韩的这个脸书 那么但是因为他跟北韩的官方 关系非常好 带金正恩喊话吗 希望台湾政府多多了解 减少误会 那干嘛呢 能够早日解禁 因为2017年中断了双边的这个贸易 那为什么那时候不是美国要制裁 这个北韩一天大晚射飞弹 干什么一大堆 后来那么美国不是 直接要求联合国禁运他的石油 这个影响很大 因为没想到中国真的这样做 你知道吗 中国在第一时间这样做 现在我不知道 但是第一时间真的禁运 那石油禁运 所以后来又必须透过一些 私底价的这个石油的买卖等等 那本来我们台湾跟这个北韩呢 台湾跟北韩的关系一向很好 你知道吗 北韩冬天有蔬菜吃 要靠台湾 要感谢台湾 温室是台湾去帮他弄的 温室可以用这个相关的温室呢 种蔬菜 对不对 我们台湾帮他弄的 北韩有龙虾的繁殖技术 也是台湾帮他弄的 所以事实上台湾跟北韩 悄悄悄悄进行 我们其实双边关系都还不错 那从一个本人 本人常常喝的咖啡 就可以看到 Mr.Bronk咖啡 你知道吗 波浪咖啡 波浪咖啡 在台湾 这个售价是23块 在当地卖48块 两倍多 你知道吗 那为了这件事情 波浪咖啡 那么在接受媒体 访问的时候呢 他们还出来说 我们没有出口 因为不能承认 他们没有出口 他们也真的没有出口 因为这个等于说是海外 专门在海外销售的 也就是说有贸易商 很可能是买了 他们的波浪咖啡 另外去卖给 转手卖给北韩 那所以价格才那么贵嘛 那如果 因为现在是禁止 不可以跟北韩做生意啊 那如果你跟他做生意 那你马上就违反禁令了嘛 绝对没有卖去 对没有卖去 但是有人就是透过 博浪咖啡在国外 很多国家卖得非常好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就知道说 他们多喜欢台湾的 包括波浪咖啡 那台湾的 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罐头我们台湾的罐头 在武汉肺炎病毒期间 不得了大家唱嘛 对吧 那事实上呢 北韩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喜欢我们台湾的鱼罐头 我也很喜欢 你也很喜欢哦 好吃啊 他们有一段时间 连凤梨罐头都很喜欢 好吃 对不打单卖很贵啊 北韩收入年收入 才是台湾的多少 多少几分之几而已 罐头也是卖台湾 卖一个在卖129块钱等等啊 但是说台湾货 包括金门高粱 他们也很爱喝 你知道吗 那反正那个地方都有专门 卖台湾的东西 连手机有没有 甚至于那天眼尖的人看到 啊 金正安竟然拿台湾的手机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了不起了吧 所以事实上 他跟台湾 他对台湾事实上 他还是蛮友善的 虽然飞弹到处射 对不对 但对台湾都蛮友善的 那好了 最近他干了一件事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全世界议论纷纷 金小胖变了吗 变了吗 为什么 像他这样的人 炮绝潜绝对不对 怕死人的人哪有可能啊 听说他要炮绝他的骨葬之前啊 还先让他骨葬看 我们是如何炮绝别人的 听说看完以后 骨葬尿裤子 你知道吗 尿裤子再过了三天 才在开会的时候 把骨葬抓去 然后再叫文武百官来看 看他怎么把自己的 亲骨葬给炮绝掉 那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道歉呢 原来是发生了一件事 那么南韩的相关的公共人员 搭乘巡逻船啊 要去巡逻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位 穿着的救生衣 砰 跳下去 你知道吗 然后跳下去以后 南韩就很紧张 因为一开始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最后没想到 这件事情的发展 超乎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这一位 穿着救生衣的工人员 他竟然是要去投诚 你知道吗 他要去投诚北韩啊 然后呢 通常都只有 这个拖北者 对不对 拖北者离开北韩 那么投奔自由到南韩 比较少说 要我去投诚北韩的 就没想到 南韩他们 其实掌握了部分的资料以后 发现 他在距离北韩的岸边 大概快要六七十公尺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岸上的北韩的士兵 叫他不准动 你知道吗 然后用语言这样 因为南韩北韩都是朝鲜话 听得懂吗 他们还有用集音器 集音器就像我们调查局 他们在用情报员 在用那个有没有 然后特别注意 发现他们的对话 你要来干嘛 你要想干什么 他的意思就南韩后来说 其实是他要叛逃就对了 那结果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结果那个阿兵哥 北韩的阿兵哥跟他讲 等一下 他要去报告 怎么样的 就离开了以后 另外一个更高阶的军官来了以后 讲没两句话 突然间开了一枪 为什么 因为其实北韩下了一道禁令 为了让那个武汉病毒 不会这样蔓延 所以呢 未经允许偷渡者一律枪决 你知道吗 在压力疆也是这个样子 结果没想到那你不是过来 我不知道你干嘛 然后呢 跟你讲你说你要这个投诚 他开一枪想把他赶走 就没想到公务人员一怕 一怕以后要游走 对不对 开了九枪就把他去杀了 所以后来没想到金正恩竟然为了这个事情 公开道歉说 跟这个南韩公开道歉说 我们为了这个 因为南部啊 这个疫情严重 对不对 然后呢 来到这个北韩 因为这样把他给 这个误杀 觉得很难过 但是他们否认 有把他焚烧尸体 而是把他这个东西 带来东西给焚烧 烧掉而已啊 那台风现在呢 那么也因为侵袭北韩 造成很大的伤亡 那么那个金正恩出来巡视 这是他罕见 最近出来巡视的 因为他已经每一年之前都一百多次的这个巡视 而这一次呢 那么因为台风的关系 他特别去看灾情啊 那么也骂 也要求 这个等于说 这个地方官员呢 那么要做好之外 还要究责 为什么房台没有做好 那另外除此之外呢 也包括 那么他去巡视的时候呢 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女兵看到他们的最高统领 大统领上来了以后 哇 兴高采烈 高兴的 又跳又叫又唱歌 然后每个人激动的快哭了 那金正恩当然看着就是很满意 哈哈大笑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 我们无法拿捏清楚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跟人的金正恩 好 北韩呢 很少人有去过 这个徐浩平呢 去北韩走了一趟 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人家眼中的间谍了 是不是 应该这样说 就是整个北韩 我们应该讲朝鲜 他们每个人民呢 人人皆为小脚特工队 我们这样讲呢 是因为他们的氛围里面 就认为说外国人 如果是欧美人的样子 他就想这一定都是美国人 一天到晚就是帮我们现运啦 或者到处来禁止我们 要不然就是要跟我们对决 那如果看到东方人 他们第一个也就会密切的注意 会不会是南韩来的间谍啦 秘密探索的人员啦 或某些安全人员 那一般来说我到世界 现在联合国193个国家 我全部都旅行完 拍摄完 记录完 我们到那边 如果你是唱他的歌 跳他的舞 他们会很爱你 对不对 但是朝鲜北韩不是这样 因为当时我们想 阿里郎 对不对 南北韩共同的 尤其他那个阿里郎的 十万人的表演 真是太震撼了 所以我就在那边 跟他们晚上 因为没有地方去啊 那就在那边 大家吃了饭 他们就喜欢喝 刚才有话兄讲的 就是会提到 有那种烧酒啦 五家皮 他喜欢这种口味 然后喝了酒 我就在那边唱的阿里郎 可能我以前 我第一座京东奖 就是到韩国采访 总统大选 还有群众暴动 所以那个时候就练就了 这个韩文的 标准的阿里郎 我可能唱得太标准了 虽然语言只会唱 但是讲起来的话 一唱的话 那唱的时候 你的口音完全听不出来 一唱的 阿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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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用他们那种 特殊的北韩的抖音 他一听以后 我以为他会更爱我 没有 他开始想说 这个人是不是有南韩的背景 为什么他会唱 他为什么会唱得这么标准 然后他就特别的注意 偏偏呢 你也知道我们带团出去 有的时候团员里面 大家就像我们在台湾很轻松嘛 你也不会觉得旁边人在听 他在听什么 而且坦白讲 在这些队伍里面都会 除了有一个地陪 所谓的当地导游以外 都会有一个安全人员 这是所有我们当国际领队的人 都晓得 全世界只有在北韩朝鲜是这样 然后那个人他就完全的一路 就是在注意我们监督我们 但是当然他跟我们也很有善 中文也很好 可是呢 我就发现我们的团员 大家没有这个警觉性 我们是不是知道丹东要坐火车进去 就会买 买那些他们喜欢的酒 带进去送礼嘛 然后我们就知道要带两份 一个是真正的地陪导游 另外一份就是像这样一个安全人员 看起来也好像是导游 没想到送的时候呢 这个安全人员就说 哎呀你们太客气了 没想到我们的团员就开玩笑 他就后面大叫说 这叫先礼后兵 我这一讲完这个成语 他听到先礼后兵 他就忽然警觉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说 整个北韩或我们叫朝鲜 在这边 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思考 那么在很多的这些人与人的相处当中 尤其他们都会用一种 比较奇怪的一种密探的角度 看外国人 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会拍那个东西 然后可能你现在才拍个景点 或许就已经有三十几个 给你密告说 那个人为什么一直拍我们社会的黑暗面 还是拍我们人民 这洗衣服有什么好拍的 可是我们觉得这是生活的写照 但这些观念调整的话 你就知道其实他现在也是 我跑过全世界目前为止 最封闭的国家 非常非常的封闭 所以你到最后一刻要走的时候 人家检查你的行李 你才赫然发现 你已经被监视了是不是 对因为我是领队 照理讲我们的行李应该 这个很快的就检查完 但没有想到我的团员都很轻松过 就我的行李连什么灌洗包 连我买的这个纪念品 全部都拆开 连那个花瓶里面塞的东西都全部抖出来 然后检查当然没有检查到任何东西 但是我才以我的经验才感觉到 原来他一直在用一个高标准 在检视到底我是不是间谍 那这一点的话 我只能说大家要小心 可能不能用我们平常 好像神经太大条 少一根经讲话随便乱讲 然后到处随便拍 或者是跟他们以为麻吉麻吉 太兄弟 但他反而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是有什么目的吗 那直到后来检查没有东西 才跟我们微笑拥抱 但是我心里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早就被锁定成为可能的王牌大间谍 好就是集权嘛 所以很多消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 你就很难去拿捏 但是我们来看看 其实台湾跟朝鲜之间是有一些互动的 而现在在美国的禁令之下 台湾现在不跟朝鲜往来 很多民生物之间 现在朝鲜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了呢 好 那我问在座各位 北韩最希望台湾送的战略物资那是什么 你们大概想都想不到 泡面 不对 半导体 心脏扩张器 是喔 因为在疫情之前 我曾经说过 在新北的一家著名的医院 他们的医生 派了这一方面的专家过去以后 好 那他们就提了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就是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心脏扩张器 那心脏扩张器究竟用在哪一些人身上 各位去想想看 北韩的高层 是不是心脏方面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要这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 各位去看眼睛的那一套仪器 他们也要 那一套仪器啊 结果是从台湾空运过去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就变成了北韩的叫战略物资 因为这一些一定是给高官用的 绝对不是一般老百姓用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在医疗设施方面 他不会找韩国 他也不会找中国 他也不会找日本 他过去是找法国 可是疫情严重的时候 根本派不出去 那他究竟就直接找到台湾 找到台湾除了这一些以外 各位晓不晓得 他还向台湾要一种很特殊的 叫做单车 脚踏车 台湾的单车又轻 然后呢 转轮的速度非常快 结果他说 那我们要的不是单车 我要的是单车那个转轮器啊 那种转轮器 那种转轮器 它可以做三种用途 第一种用途 拖拉机 拖拉机的转轮器 它只要把那些东西拿了回来 然后山寨把它放大 就是逆向工程的放大 一个是拖拉机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类似牵引车 那这种牵引车呢 刚刚好跟单车的那个差不多 形状差不多 就是说各位可以经常看到 台湾运那个中型瓦斯 就要那种车 他说那我只要那个转轴器 单车的配件 他通通不要 他只要那个转轴器 除了转轴器 惠敏他还向台湾要了一个 就是透过在日本的北韩人 跟我们恰商 他说他要子弹 因为台湾的子弹不是外销到 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吗 马来西亚那些 结果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我们要你们台湾子弹 因为台湾的子弹便宜 好比说你美国的子弹是9块6 我们的子弹只要7块2 那他要子弹干嘛 所以呢台湾相关单位 这一方面说你必须你要提出保证 我要送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你转到第三地的话 我们绝对不卖 因为美国会制裁台湾 那更要紧的 就是说北韩他也征询过台湾的意见 就是说你们美制战机 是不是淘汰的或者太患的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他说你能不能够卖个几架过来 结果他们是不要这种厨艺的战机 他们要厨艺战机身上的什么引擎 他要这些 就是说现在北韩号跟台湾做很多生意 我们除了过去讲过了 什么兔子高丽菜那些 我们不讲 他现在要的都是局部的东西 那这种局部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所以难怪这个脸书上面有所呼吁 是不是可以开始恢复经贸的交流 另外来看10月10号 是北韩劳动党的这个建党的纪念日 哇这个全球都在关注 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动作 卫星画面看到了什么 大家关注什么 金森会不会出现吗 75周年党庆 你要知道每次劳动党党庆 他们会在平壤的阅兵广场 阅兵训练场叫美玲 他在平壤的近郊 美玲严广训练场就开始出现大批的军队 军人 装甲 坦克 但去年没有出现大型飞弹 前年也没有 为什么 会面也知道那时候金森恩跟川普 正友好 对不对 川经会 好啦结果后来这两年 你也知道最后什么 金森恩根本没有打算放弃核武 所以这议题就无解 那无解之后你看 今年就被美国智库叫做什么 北纬38度 9月22号拍到这张商业卫星照片 显示他们的这个飞弹的运输车 已经停放在我刚才说的美玲 阅兵训练场 那这个概念就让你知道说 你说阅兵有飞弹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前年去年都没有 所以今年有 那是不是很可能金正恩开始 既然你要我放弃核武 然后也我们两年没有公司 那我还是要秀飞弹马手给你看 北韩的平壤还出现一些怪事 说北韩有那种70多岁的老先生 不是都应该退休安养天年吗 被叫去挖矿 你叫70岁的人去挖矿是什么意思 结果这是脱北者爆料 他说是因为平壤综合医院 现在紧锣密鼓10月10号以前 要给我盖完 现在疫情也严重 盖完要给金正看 那如果盖不完 那大家可能要去劳改 不然就杀头 所以呢劳工不够 70几岁的人也要给我来挖矿 那挖矿干嘛盖医院 我告诉你 原来是因为医院现在已经快完工了 他们缺的是粉刷漆 所以你去给我挖那个碳酸盖矿 我要做粉刷漆 学生也不放过 所以学生被叫去搬石头 你知道做大型工程 那难免会有石头吗 就叫去搬石头 全国总动员 被人家说老幼不放过 尤其那老的 老的都讲我们棺材都踏一半了 你现在叫我去挖矿 不是叫我去挖自己坟墓 一样吗 好 那在平壤 不过你晓得 如果这样做长此以往 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官逼民返 有 两年前就发生过 这日媒爆料的 好我们先来说两年前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金正恩两年前被传说他差点被人家暗杀 被差点当成削波块 因为是在海边 是 来 原山那时候金正恩去视察 他容兴大悦 他说我 我决定要在这个海景盖第一排豪宅 那表示这个北韩现在也是舞照跳马照跑的意思 可是呢 那时候很多基层官兵很不开心啊 你叫我们去做这个呢 所以就有人升起了暗杀的计划 可是后来失败 那后来失败的时候 那失败者被抓 那但是有些人就逃 逃了四个人 就这四个人在逃的时候呢 北韩拜托 但我们讲这私底下的管道 拜托日本的自卫队帮忙搜查这四人的下落 那时候日本的自卫队还出动了巡逻机 T1巡逻机 所以这个消息后来自卫队这边才会走漏 然后被日本的媒体知道 是真是假不晓得 但是官逼民返这件事情 你金正恩可能真的要小心 不要叫老人去挖垮 真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湾人为了赚钱 这个台 朝鲜之间颇有互动 所以您是几年前去北韩的 我一共去了三次 那么其实第一次 最近一次其实在两年前 所以是金正恩已经 对 那个 接班 你觉得这三次不同的领导人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风格在北韩 的确是这样子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要别一个徽章 这个徽章 我目前又是我们外国人不懂 说 这个好好看 可不可以给我 或者可不可以我在哪里买 我说 绝对不行 这个他们就好像拿到以前 这个文革时候 什么毛雨露还是毛象 对他们来讲 这个金正恩就是白头山的血脉 这就是他们的太阳 所以这个效忠的精神是没有改变 但是当中 其实应该是讲说 他们对于美国的仇恨 应该是说越来越严重 而且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信心 尤其当他们的核弹 各方面的这些核子武器的试射 各方面他们很大的媒体宣传之后 他们其实更有信心 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 他们有相当大的像一般的这些 朝鲜人的是自尊心 可是其实在自尊背后是有一些自卑 所以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领袖到中国 看到高速公路我也要一条 看到这个大楼我也要盖一个主体思想塔 而且整个平壤 就是平壤 这个城市建筑的规模之壮丽 是开阔 全世界也数不出 有几个城市像这样子 如果我们要讲 应该排到前十大这样的城市 你说平壤是世界全十大最壮丽的都市 而且非常的干净整齐而且开阔 但是当你走上他的高速公路 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睡午觉 为什么没有车子 没车 没车 不用刹车 很久了看一个旧车来 慢慢过去 那就想这高速公路建的这么好 我们在这边蹦蹦跳跳还可以睡午觉 因为他就是到了中国 他们这三代父子看到我也要有 我也要就是那种好强的心情都有 那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金日成之后 这个金正日的时候 其实他们开始南北韩开始有了一些交流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阵子 事实上两边感觉到这个蛮友好的 不是那时候诺贝尔和平奖 还颁给了这个金大中对不对 然后南韩的总统大统领 因为我当时采访就是这三个大统领 我全部金永三金大中 跟之前的卢泰宇 都采访 那我就发现说 一直到金正恩 因为他是像年轻少壮派 那么他在很多雷厉风行方面 其实做得更绝 更快 所以人民事实上 他们都还是一样 在一个很保守的氛围里面 但是他们要塑造的就是更加的愁美 所以你第三次来到北韩朝鲜的时候 你觉得物质有比较丰富了吗 民间的生活有没有好一点 有 当然还是共同 他都会拿好的一面给你看 他不会 特别是他不是准许 你可以自己到处 自己走 啪啪噪 那是不行的 所以你这个 你觉得你的观察不进客观就对了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一点 因为通讯设备的进步 手机就得到严重的控制 那我们之前拿相机 以前我们在车子 可以坐在车里面向外拍的 第二次去开始就不行了 然后第三次就发现你的手机 这些通讯设施要受到管制 那么这也就是整个地球越来越方便 但他们发现无远弗戒的会受到 这被人家打太消息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改变 那你觉得这个大内宣成功的关系 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自信心 是比之前更强吗 三次去的一个状况之下 更强更强更觉得自己的国家好棒棒 对尤其我就讲当他们的 nuclear这些weapon 这些全部能够 我可以打到你关岛 我可以打到日本 对他们来讲那种信心是 比之前他们双金 他祖父到父亲那一辈更强 那你觉得北韩什么时候可以 有机会开放去做生意 其实我说一句实话 我们台湾人很早就进北韩 像我一个副职辈已经过世的 朱伯顺朱先生 其实早年我之所以可以那么早进去 也是拜很多我们台商之次 因为台商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佩服 在没有任何政府奥援下 我们很早就进入北韩 还有进入蒙古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台商的实力 我只能说把握在当时的先机 台商真的有抓到 但是现在其实在这样一个国际的一个 他好像是刚好一个空缺在这边 反而让我们的台商有更大发挥的空间 但其中台湾不只是一家伙伴 全世界的走路 还勇闯朝鲜 赚什么钱呢 宝石哥变成北韩的煤矿王 对 那我们跟北韩中的那个模型 其实我在今年四五月 有一个赖的一个组织里面 就有在讲 要组团到北韩去参观 那问我们要不要参加 那其实大家都很想去 因为那是一个很陌生 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非常回沃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 有没有成型我不知道 我至少就知道已经有安排两个团要去参观 那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林董他在高雄 他2008年的时候在丹东 在做什么 做参交的行李 你知道他丹东跟北韩就是隔了一条江 参交要买什么 如果不是去北韩 未来买中国就是中国才买买北韩 他跟北韩那边的人熟了 他说来来来 你台湾的台湾才做行李 他本来有时候很担心 想说啊不然旁边看看 因为人不冒险 网渡一生嘛 对吧 买不吃贤草不肥 人不吃贤草不肥 其他人就去了 他说去到北韩很危险 怎么说你知道 就像你一个而已 你旁边都没人 你都有人把你監視掉 他背里就是都把你監視掉 你的一言一行都给你做比農 你真的会怕 刚才就是你一个人处理而已 旁边没得到人没得到 反正你人在异地啦 但是他也是去了 好他去的时候很厉害 他买了 北韩最新年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五亿吨的钛礦场 总会跟他五五对分 你知道一年可以占五万斗 他当初三亿的新代表 一年可以占千几万 他说要占那小 你占五亿斗到五万斗 可以占一千年 占一万年 那如果真的他跟北韩 这个地球不要博殺 不要博殺 他整个月子 真的 靠这拖 一万年 现在我们中国的历史 也只有三四千年而已 他说慢慢博一万年 他说不是这样而已 要都有砂金 要都有其他那些 鑽灸啦 还有其他那些什么 绿宝石 他说一些大理石 绿宝石 玉璃 北韩 他都做奥兽艺 做艺术品 都算董 你买的 那些东西来台湾 都算客 好 真的我跟你说 那百亚的 那几万倍 有人说北韩 现在最好差了什么 北韩有一些 他国家籍的那个画家 那一百月 差不多代表八千块而已 八千块而已 所以说北韩 现在是对台湾 很多 我早知道一些 中小企业主 都一直想不起 都没办法去 他那个矿场 就是在南埔 南埔 离北韩的平壤 五十公里 他说那个地方 就穿五十年前的台湾 实在生活有很可憐 北韩就什么 他就连 大家保甲质 四人互相监视 内边如果一个人出事 三个共同都要承担 他如果起来 都带一些巧克力去 他说那孩子去 如果粉糖的时候 那孩子摆整个 一个人敢给你拿一粒而已 不拿第二粒 真的假的 而且他拿完的时候 他也不敢回头去摆 他就是这样啊 教得很乖耶 对 主线就这样 那你去其他落后国 才能用穿的 是啊 你不让他 就给你自己 拍摄面 以前台湾就这样啊 以前我在去中山的时候 整个都去吃 那个地培在高台 绝对不可以给他钱 你给他钱你就走不去 没办法买车 大家去乱而上 他说他有一次 刚才有一个老婆送 七八十块 你不去 看来很可憐 他就给他十块的美金 那老婆送不知道十块是谁啊 旁边有一个干涉的人 就十块他挑掉 从来拿三千块的百元币 他说如果叫兑换要八千块 他也是给他三千块 他就购五千块 所以他真的做肯定 他说如果信用这两个 你去北韩要特別注意 他的概念跟我们不一样 他说十个人两个有信用 你就已经奥米豆腐来了 你不用想说 大家跟你有信用 所以说哪说 钱不哪钱不都不好 我们台湾跟北韩目前来说 我们台湾销去北韩 第一名的美食 第二名的鸞�鸵 第三名就是医疗器材 刚才那个我们就说的 在北韩来台湾是什么 第一个是无塩酶 你知道无塩酶你做什么 无塩酶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干净的酶 第一个是干净酶 以外 你如果是说那种 我们的工要断到很厉害的 就一定要靠无塩酶 普通的酶要无糖 所以最好就是无塩酶 第二就是天然的碳酸酶 碳酸酶的自酸剂 就我们知道这个胃酶 胃油 胃油的自酸剂 要吃这个 另外食用级的 就是类似小苏打的那种 自酸 再来香料跟植物 点到人参 南韩的人参 北韩的人参来台湾真的就 所以说北韩跟台湾的关系 是阿秋最好的 那如果说未来 如果对他的借财 如果开放到那里 或是说金正恩有一天 他凶酶突然想说 我要穿中国台湾这样 或是穿外南这样 共産主义要放掉 开始要开发 我说这些可能就 市场未来最大的 所以你们财经界 很多人对这一块 已经虎视眈眈 打算要提前部署了 今天如果没有疫情 可能我也会去 好 讲到了这个钛矿产 这位林董呢 他已经拥有了一个 五亿顿的钛矿产 而钛矿产在这个北韩 究竟有多珍贵 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有做骨神经痛的话 穿那个叫钢架衣 钢架衣是非常非常的重 那各位晓不晓得 如果是用钛钢的话 只要一公斤就好了 就是穿在身上 没有什么感觉 很轻又很坚固 非常轻它又坚固 况且你夏天穿 因为它轻坚固 所以使扰人家 不太容易流汗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钛钢就是台湾在负责开采 那除了这一些钛钢以外 各位晓不晓得 北韩现在是透过了日本的北韩籍的侨民 他在台湾全部都有射电 射电两个地方 一个是中轮附近 台北市的中轮附近 一个是在总统府旁边 然后他们要台湾的什么 惠民你大概想都想不到 他要台湾的四种酒 第一种酒叫做金门城高 第二种大家大概没有听过 叫做元尊城高 元尊城高 好喝 是在东颖一带 叫元尊城高 那元尊城高是限量品 所谓的 他们只要那种限量品 金门城高 元尊城高 还有一个什么 马祖老酒 你马祖老酒冬天当作烧酒喝 好 那第四个 大家想都想不到 就是他对台湾的啤酒很有兴趣 18天 各位 他呢就是说 对于这些 是中轮附近的在这边处理 另外一个呢 在总统府旁边的 各位晓不晓得 他专门负责处理红酒 就是说 他这个是非要国外进来的 那因为他呢 都是被限制 况且他只能够以物易物 他不能够跟你用钱来买 所以他是以物易物的方式 所以就有这两个 专门帮他处理所谓的民生用品 那这些民生用品 除了啤酒或者是老酒 一般老百姓喝以外 其他陈高跟原尊 通通都是给高官喝 但是很多人都会问 那他为什么不向大陆买 因为大陆都有假酒 那只有台湾不搞这一套的 不搞这一套 所以台湾在这一方面 卖了出去 卖了很多 还有各位晓不晓得 马英九执政时代 北韩曾经也透过关系 要向台湾要肥料 但是被美国阻止了 各位晓不晓得 他要什么东西 他要台湾的蛋肥 就是台肥生产的蛋肥 要十万包 十万包 结果呢 因为出口地 出口地呢 就是选在第三世界的国家 但是呢 我们这里呢 觉得就奇怪 怎么一次量那么大 然后又是第三地 我们就就开始追 就是美国要求台湾怎么样 他说不得输送到第三地去 所以呢 这笔生意没有 就是说 没有办法交易 就是十万顿 他还放 十万包水泥 十万包肥料 他还放在那边 还有一个 我曾经讲过 台湾的标二飞带 那个上面那个磁缸 那他说 磁缸不外销没有关系 然后那你晓不晓得 他们很多贸易代表 为什么那么喜欢去阴哥 去阴哥的目的 他要台湾那个磁土 台湾那个磁土 况且因为磁土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呢 他们想那个大量采购 那大量采购 台湾也觉得不同 事实上 台湾输往北韩的东西 我们都有一份清单 每一年都要 通通都要送到美国去